国家作为社会资源最大的运营者之一,掌握着许多先进的技术。 很多的先进技术往往都会先在军队中运用,毕竟只有让国家强大,才能为人民创造和谐的生存环境。 没有国家的安定就根本,谈不上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幸福。 航天科技、原子能、激光技术、雷达设备等高科技产品,都是从军用设备开始的。 在研制这些高科技产品时,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 各国历史上都有重大的知识事故的记载。 当年美国研发航天飞机时候,就与飞机机体的隔六层列系发生了自然。 九名宇航员在返航途中被自然的航天飞机瞬间融化,连一块骨头都没留下。 这也是美国在探索宇宙过程中遇到最大的航天事故。 苏联火箭部队元帅被世界第一类洲际导弹炸死的惨剧,也成为那个时期苏联最大的军事事故。 中国作为世界各大国中的后起之秀,在军事装备的科研过程,终于付出过惨痛的代价。 但是这次事故的发生最重要的原因是失事飞机上之人,专家为了保护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才牺牲的,令元素然起敬。 众所周知,中国空军的技术基础比较薄弱,空中预警机更是从无到有,在现代战争中的监视、跟踪、搜索等作用不可替代。 直到2005年,中国空中预警机空军200,才实现了首次试飞。 相关专家为了进一步的科学研究,以及掌握飞机在极端环境下的预行数据,又进行了多次的飞行试验。 但是在2006年6月3日的试飞过程中,遭遇了重大事故。 当时搭载着40余名相关军事专家的的空军200预警机在安徽梦迪试飞。 预警机为了取得更多的数据,在高空冻结区域反复穿行。 空军200正是因此导致记忆上出现了大面积结冰的问题,飞机的重量大大加重,加上阻力以及外形变化等问题。 飞机出现了失速的问题,在迫降过程中,驾驶员发现可用于迫降的区域人口比较密集。 一旦飞机迫降失败,就会造成重大的伤亡,为了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 驾驶员冒险将飞机滑翔到更远的地方再找机会迫降。 但是飞机由于失控,撞到了一座大山上面,机上40余名专家,以及随行军官全部遇难。 这是中国解放军部队最严重的军事事故之一。 不过这次空难亚为中国以后飞机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 空警舰500,空警2000等机型,正是吸权前辈的经验,才能突破技术难骑。 制造出领先世界的预警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